兩位兄弟姊妹 大家平安 很高興再一次 和我們來分享上帝的話 今天我們要來看優秀阿基的第二集 優秀阿在那裡是上帝的英文和勉勒之後 他兩年就為了要帶領一些人 跟人家來做很積極的準備 第一 因為後半段我們有看到優秀阿 他跟所有的父親說 就要準備好吃米 因為三天來 他就要躲過幼蛋盒 可以去得到上帝 所以要想出他們很多三葉的這個帝 又是阿已經特別 對劉彭 家庭 和黨 媽 哪 世 集牌的人說 就要派他們中間 可以作戰這些勇俗 和其他集牌這些同胞作為貴盒 可以協助他們在優彈盒的篩範來進展在土地 然後他們這些地方 回來到優彈盒當花 他們已經得到的這個三葉 這些人也都標示願意聽賺優秀阿的命令 第二 今後就接收記載 優秀阿他對濕町派兩葉的針灘 去看亞利歌以及後山 所以發生這些事情 濕町是在無垃圾 和優彈盒對方的優彈盒奔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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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有十幾公里 中間所計的就是亞利歌的平原 亞利歌這個聲的名字就是 月的聲 也會讓人情熱是藏手的聲 因為這個地方水源很豐富 物散也很豐盛 而且還有很堅固的聲音 亞利歌聲的為地 亞利是在甲南帝中心的地方 也根據苛果的研究 對主情、八千年情 就已經有人在這裡 所以通常是世界上 最高熱的一個聲音 又是阿他知道 亞利歌聲的重要性 所以就將他定罪 是在甲南帝後 第一要講到的聲音 又是阿他在這裡的行動 和真正無聲派十二的人 到甲南帝去看 有幾個不一樣的地方 台聲是這次人所比較多 這一個方便是因為 輸球不一樣 但是另外一個方便 也就是因為 他會記在進行的一個秤 要拼勁 十歲、九腳踏 這種問題 另外這次的行動是 在暗中進行 不像上一次 是每次都要代表 一個公開的行動 總共一句 有時候他有 對上一次失敗的經驗 然後就告訓做一些改變 讓他的家人 都很順利來進行 那聖經講 六合 是要離歌聲的一個紀錄 那是外的聖經 學者認為 這真有可能是 客店的路主人 他雖然是一個外層的人 但是他對上帝 八神的這個東雄 對耶和華上帝的大體力 總是有真心 開到真面目 所以當他督著這兩個針灘的時候 他就知道 上帝所聽的時間已經到 他也很劍快 來做一個選頂 他幫掌這兩個針灘 來招聖 一個順利的得團 像是罵他人 來入這個獄 補傳之後 他全家人的死命 後來他又開始 嫁人 優待的旗派 像是台北王的祖先 也在亞洲的家破裡面 當上帝的時間來到了 跟人家大部分的人 的選頂是要對抗 但是六合 又是選頂要來順彈 想看看 當我們人對上帝的位 我們的選頂是甚麼 而蓬佩蓮 我們交給這兩針 李明珍 不然 說 對 五針 二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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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 八針